大家好,我是刘公云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穴位 针对什么,拔牙后出血不止 那前两天呢,在我们小区碰到我们邻居,拔牙了 然后呢,回来了,拿着一把棉球 我说你干啥呢这是 他说他拔完牙之后,那个就一直止不住 因为一般拔完牙之后,弄个小棉球塞到那个牙洞里 他就一直止不住,所以那大夫给了他一把棉球 然后呢那个,满了之后把那扔了 然后再塞一个进去 我说这种情况找我呀,我拿手啊 因为我们董事齐穴里有一个穴位 就是专门针对拔牙后出血不止的特效穴 这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六丸穴 这个穴位呢,不光是效果好 而且还特别好找,特别好扎 那他在哪啊,这个穴位就是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脚背上 你看,这是四脚趾,小脚趾 在他俩连接缝,然后上五分的地方 脚背上啊 这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六丸穴 扎针的时候,你看就这样直四进针 五分就可以了 进针之后,拈转得气啊,就行了 双侧齐穴,也就是两边的六丸你都扎上 他针对拔牙后出血不止啊,可以说立竿见影的效果 因为六丸就是董事齐穴里专门用来止血的一个穴位 因为他止血,所以呢,这个穴位啊 有肺病呢,有哮喘呢,还不能用这个穴位 就是一般正常人如果出现我邻居那样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双侧的六丸 下针之后,一会儿马上就止住了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穴位是怎么定位,怎么进针的 我们的六丸穴呢,在我们的这个四五脚趾缝 从这开始,然后上五分处 我们扎针的时候呢,直四进针 你看,这个位置直四进针五分就可以了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董事齐穴,请大家继续关注我